再看一條Inequalities的常見錯誤 這裡有兩條Inequalities給了我們 而中間的關係是O 兩邊Solve Solve完之後見到O 但接著的答案是什麼呢? 你看看它 它寫了X小的等於負5 好了,對還是不對呢? 拍得片告訴你的 當然是不對 但不對的話,錯在哪裏? 就是錯在不跟步驟做 一向都說見到這些東西 一定要畫圖去分析 不畫,你以為心裡知道 寫個答案又錯 那怎麼教你呢? 好了,畫圖怎麼畫? 有一個0,有一個X,有一個右邊箭咀 左邊不要 接著負1寫一個負1 負5寫一個負5 小的等於負1 在負1起巴士站出來 小過5是等於 所以這裏是空心 向左邊指 接著負5起巴士站出來 有等於 所以是實心 同樣是向左邊指 好了,畫完整個圖 就可以做一個決定 現在是O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你在第一個畫出來的範圍 或者第二個畫出來的範圍 都是可接受的 我們當然是找大一點那個 即是說 應該是小過負1 你畫了圖 很清楚 就知道是小過負1 那叫你畫圖去處理 畫圖清清楚楚 寫到答案不會錯 打算快在腦裡畫 畫完之後 答我的東西又錯的 那我也做不到要做的東西 知錯能改善莫大言 請大家以後畫這個圖 不要懶 很快的 你兩三秒已經畫完這個圖 寫出正確答案 不要再錯這些東西了